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在相关于我们地面上研究方面的进展 而在这个星期也有一个 我都觉得挺有趣关于太空研究的新闻 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贴地一点 我们譬如说 发射得这些火箭和太空站 甚至乎接下来要再登陆月亮 甚至再遥远一些 可能我们未来的一两代的太空任务 就在说上火星 都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太空人要穿着一件太空衣到处走 但这次的研究 就不是跟大家说 有什么很伟大的太空任务来做 而是一些太空任务里面 非常之细矮 但其实是不能忽略的东西 而是大家可以感受那种痛苦 是什么呢? 看看这个新闻的标题 就是 horrifying things happen to your fingernails after a space,after a walk in space 即是说太空人执行任务 太空慢步的时候 既然有一个 都很令人困扰痛苦的一个问题 就是太空的任务 是会令他的手指 尤其是指甲出现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的剪指甲也要很小心 有时可能遇到什么意外 突然有时 譬如说我自己小时候踢球的时候 爆了甲 然后不久就整块要脱出来 然后等几个月才慢慢生回 中间又要遷就着很不方便 非常之多这些问题 一来又痛 二来历时康复的时期又长 中间又要怕感染可以很困扰 而原来太空人在执行这些 穿得太空衣的任务来说 是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脱指甲 这当然就要解释给大家 为什麽太空慢步会脱指甲 大家可以联想一下 太空衣本身是什麽一回事 现在这个画面 你看到有个手套 手套也不像你本身在地球上的 皮手套那麽方便那麽贴的 如果你说 你要是想有些东西扣住手 但是又不想很阻碰你的时候 最好就要够薄够贴手 所以你说那些医生的手术手套 做完一对就扔一对 但他就很好贴手的 但是如果你说滑雪手套 他会厚一点 你以为你捉住肝 怎料你捉不到你的手指 就将肝再推开软一点 太空人的手套 你不要指望它就真的 好像那些手术手套那麽贴手 因为太空衣本身是有一个 需要保护太空人的整个要求 而且它是有一些 你一定要克服的物理条件 譬如说 你太空衣本身 它要抵抗到一定的辐射 而且它更加重要是 就是说要是为这个 穿得上去的太空人 是提供一个稳定的气压 和气温 甚至乎适当的呼吸气体的成分 即是它的要求 比起潜水衣更加麻烦 潜水衣可能就是一个 一些人玩潜水 你知道是保暖 然后就是某程度上 稳定下你的血液循环 即是潜水衣本身 没有什麽责任 是要帮你稳定着气压 反而你个人就要不停地 越潜越深的时候 你自己身体就要适应外面的水压 另外就是可能有个面罩 你吸住 即是 就是说潜水衣 这件事 其实相比于太空衣 是低很多级数的 其实已经是简单很多的东西 太空衣本身 里面的压力 就是至少要是 你的太空人 自己习惯了那种 地球地面上的一个大气压 而太空衣外面的世界 几乎是零气压 即是视乎你是来地球多远 就算你在国际太空站 基本上那里的 空气的密度就很稀疏 你如果少少漏了个洞 是很大问题的 甚至乎整件事 掉了爆了 那些气压突然一走 基本上那些太空人 很快便会失去知觉 你如果在一个突然之间 由一个正常气压的环境 去到一个零气压的环境 是死得人的 即是去到那些 即是你如果说在那些 潜水园 或者是那些 你听过的潜水枯病 即是那些人要去到 一些很深海气压的地方工作 然后你上水面的时候 上得太快太急 一些原本已经融入你身体内的 那些淡气和氧气 突然之间是由 融入了水的液态 变成气体的时候 他们甚至乎用一个字眼 就是说 你那些血液入面 融入了气体沸腾了 突然间要变成气体 于是乎就有很多气泡 那个问题就变成 好像突然间 在地面打空气针那种问题 即是你对于整个 身体的循环系统 是很大的损害 甚至乎对于那些血液供应 那些细胞死亡 那些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那些潜水肤病 减压病 长远来说 对于别人的脑 和你想到那些中风的问题 不是差很远 所以在这个太空衣裏 你一定要维持一个很稳定的气压 保持着这个太空人 接着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你将气球套在手上 然后将气球崩胀 其实这个情形 就几次你太空人穿着太空衣 因为现在就是说 你要全身穿着太空衣 里面是要崩气的 而气是不能流出太空衣以外的 流出去就是流气 是不是 在太空衣里面 你还要崩到一个地步 是跟你在地球地面的大气压 要是差不多 可以是低一点 但不要低太多 起码就是你的太空人 自己的体质要是顶得住的 那就是说 你把气球套在手上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这样 你希望那个气球 是希望好像变成一个手套 好像你的手指想屈去哪里 就气球懂得跟着你变形 于是乎你可以拿起一些东西 很容易 你会发觉很难的 因为本身气球 它本身没有弱速的时候 它自己就是一个圆形 或者是一个橢圆形的形状 它的气压 只不然就会让它 降到整个波 你如果想强硬把它捏到 变成你所需要的形状的时候 你的气球在未整成的时候 就要上面加很多结构 可能是你枯一些的杖根 有些位置你要捏住它 令到那个位置降不到 于是乎你 硬在里面加压吹胀它的时候 就是你要它降的位置就降 你不要降的位置就不降 如果一般你就是气球材料的话 你硬这样扎它 再帮它强得更多的时候 它就会爆 太空衣面对的情形也是一样 这里可以给大家看一张图 有没有留意到 太空衣的手套 真的用起上来的时候 是脏糊糊的 如果你里面不加压的时候 它也可以不脏糊糊 但是一加压的时候 就像气球涨了 你要移动它的时候 你会发觉就是在气球里面移动 你把气球带起来 手套着气球 气球就会崩胀了 然后你里面 还要用你的手指来 去改变它的形状 气压的差异 令到你每一个手指头 都要用额外的力 去改变它的形状 所以你想到 如果你的人手握力弱一点 你执行太空任务的能力都会低一点 为什么那些太空慢步 好像说太空人动作这么慢 上星期那一集 我们还说到太空人 整个工具箱又跌了 我想在这里 你就可以看到其中一个难度 它因为只穿了太空衣 哪怕是设计得最好的 太空衣的手套 它是做到不漏气的 但你里面始终要加压 但它里面因为 要是可以符合到 你的手指的关节运动的时候 它很多地方 就有很多的束缚 就好像这个 大家现在画面上 看到的手套 那些白色的分界线 它那些位置会崩得很紧 甚至乎你的手指 戴进去的时候 你也感受到 它崩到你的手指都会很紧 这件事其实就会带来一个问题 你实际上 你不可以避免这件事 因为你如果不是有这样的设计 你就不可以做到一个地步 你可以把手插进去 然后在里面这么高气压之下 你还可以将它写去握拳头 握着工具 来做你想做的太空漫步 那些维修、修补那些工作 或者甚至乎你登陆月球表面的时候 那里基本上气压很稀薄 你怎样去做一些任务 去插枝旗插在月球表面那里 就是有一些物理限制 你很难克服的 但往往就是因为它的设计是这样 那时候令到很多太空人的手指关节 就是正正就是你看到 它的手套本身的关节位 它不单只是固定手套很紧 它连带就是固定手指也很紧 在一个太空任务来说 很多时候很大大话话 那些太空漫步的任务 你说国际太空站 有时要修补一些外壳 有条天线坏了 有些太阳能板坏了 你去修补它 你是要成八个钟 九个钟的太空漫步 是不奇怪的 那么你的手指 在那种长期缺血的情况之下 是令到它 有些坏死的现象 甚至乎是整个手指甲 脱了出来 都发生了几多次 那么在这个研究机构 就是NASA附属的一些研究机构来说 它就记录了过往 都有成二百多次 不止的了 但它中间研究其中抽了二百三十多次 来做进一步的研究 而这二百三十多次入面 入面有三十多次 就只是今年之内已经发生的了 那么它就不是全部发生在太空漫步那里 而其中有很多发生在地面 穿太空衣训练的时候 另外再有几宗 就真的在那些太空站 做太空漫步的时候 就报告了那些太空人 脱了指甲 即是你双一次 即是你又要休息又休息很久 其实都挺麻烦的 那么法国的问题 其中有一些都很流行 就是说是有个中指的指甲脱了 当然了 很多时候大家看到这些结果 就说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进一步 改良一下这些手套的设计呢? 那么其实呢 在来到这个位置呢 你去透过统计过去那些 哪个太空人用哪一款手套 他受的伤 是哪个会多点少点的时候 你大约就会摸到哪一种 是一个比较安全一点的设计 那样 甚至乎去比较过几种不同的设计 其中有一款呢 是那个脱指甲率 比起另一款高了九倍 所以我们就知道 怎样可以尽量避免 对于太空人的手 造成很大的损害 而实际上 我们要克服这些物理限制 之外可不可以透过 再改进下一些设计 来去尽量令到 那个手套可以比较 保护到的太空人呢? 那么这一个就是 未来一定要克服的一个问题来的 那么在这里 都可以再补充多一点点 太空漫步 就不单止是手套的问题 其实在这里 这个新闻报道的时候 都说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不记不 刚才我说过 一个太空漫步的任务 限制几个小时 尽量有些什么 就一次过一个checklist 做完 你就不要说不记得 又分两次做 因为每次出去的资源 对于气体那些需求 你要去把装备预备好 都会损耗了一些 本身 无论你要呼吸的气体 你的能源 那些要求 以及物资的要求 其中有一个 什么物资的要求 是 你们都会想得到的 就是太空人 那些人在太空衣 是怎样去把装备预备 是的 想想一下 任务是八、九个小时 可能大家都试过 坐八、九个小时 飞机不去厕所 但是有时候 那些东西很难控制 尤其是太空人 他的身体 即是在无重状态之下 你有没有很容易控制 你把尿备预备了 在地球上 很多时你的急尿的感觉 是来自地球的地心吸力 是帮助到 令你更加容易 有急尿的感觉 甚至乎 你备得干不干净 就是由你的尿有急尽的感觉 来控制住 所以为何你摊在床上 来摔 是难过你正正经经 站在那儿坐在那儿摔 是有原因的 就是因为地心吸力 是有多多少少的帮助 在太空那裡 你要怎样呢 你想想一下 你想尽量自己摔正些 你自己帮手好 找人帮手好 帮你按下肚子 把你擠得厉强些出来 摔得干净些 但是始终就是 你整个人的水分分布 就不会是那麽乖乖地 和你全聚在旁边 然后等着排走 于是乎就是 你突然之间 做太空任务 要急 你不能回去敲门 说回来摔个尿 再回去工作 没有的 所以去到这些太空衣的细节 就细节到一个地步 就是说 太空人的太空衣裏面的尿片 那些吸湿量 都可以做到挺不错的 可以做到 好像是吸两公升的东西都可以 对于这样的容量 是远远满足到 在地球上远远满足到 很多的BB或者女士的生理需求 甚至乎她的设计 是设计完 就是说 连大便都可以 但是她是帮你吸住 装住 那股气味吸不不吸 就不包的 所以你会发觉 很多这些太空漫步任务里面 那些太空人都是小便的 就尽量避免去 在太空衣裏面大便 跟着就影响自己 整个任务执行的品质 那这个就有少是一些细节上的东西 但是未来来说 你说如果人类是要在这些火星 或者月亮那裡做探索 或者甚至乎要住在一些基地里面的时候 如果在基地里面是加压的 那就没问题 但是如果一个太空人 他不可以进入一个基地 令他可以很安心脱下太空衣的时候 只穿着一件太空衣 对于他身体的负荷 不单是体力 是连身体的那些健康的状况 都可以构成很大的负担 哪怕只不过是一个手指 那么小的环节 你可能做了八、九个小时的太空任务 就是脱指甲 但是如果会不会再长一点 你不再理会不会 有些更加严重不可逆转的效果 就是的损害 对太空人造成的呢 这件事大家都不想 所以接下来就会说 你会发觉 太空任务这些事情 就不只是说火箭 发射得厉不厉害 然后轨道进入得好不好 而是整个 你那些对于人员 即是细致到他的饮食 他的卫生 甚至乎他的生理心理健康 你会发觉是不可以不兼顾的 那我们这节来到这里 我们第三节继续 2022神秘的夜 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会和大家说些什么呢 就是那一宗在飞机上发生的古怪事件 话说 在几个月之前 就在一架 美国的内陆机 突然间有个女人 站起来 大炒大賴 说要下飞机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女人就说 坐在他旁边的 就不是人类 大家不下飞机 乘机人都会死 有很多网民在这里 就说 其实这个女人 可能是没有说大话的 就说 坐在他旁边的 这个是Shift Shifter 的东西 那几图你怎么看呢 这东西其实都不算新的了 以前我们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过的鹅兽 什么是鹅兽呢 鹅兽就是 可以变成人形的神兽之一 那为什么今天神秘的夜 会说这个题材呢 其实你想想 如果Shift Shifter是真的话 会不会我们身边的人 其实未必是那个人来的呢 其实是Shift Shifter 去模拟那个样子的那个人呢 换句话来说 可能有一天 有些观众在看的 就并不是我和几图在做节目 而有两个人 就扮我们在做节目 但是如果是这样 就很糟糕了 那有机会 人们就在追追假的节目 就不记得追我们的节目 关键是 如果观众看完之后 在YouTube上面 他们订回一个订阅键 那问题就解决了 没错了 其实我和几图就真的没有夹过 但正正就是我想说的东西 其实呢 就要有人扮我们两个呢 就不要紧要的 最紧要 就用YouTube平台 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呢 就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小铁就按一下 那我们有新的节目 就会有通知的了 好了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这样 之后呢 就有神秘之夜了 并不是真的我和台长 不是 我和台长 对不起 我和企图 对不起